咱们咱们不要滑不要走 咱们跟着主播的镜头 咱们一起慢慢往前走 咱们赤子滚油球 咱们好戏在后头 欢迎大家在哪里 在庄老边境 在这边少数民族的一个在里面 你来我们宰治做什么 你好阿妹你是在跟我讲话吗 有什么事情吗 我说你来我们宰治做什么 我来你们在里面做什么 你好阿妹是这么回事 我是从浙江自驾游过来的 我本来是要去老窝山的 走到这里的时候 我听见他们说 这个附近有一个寨子 叫做女儿寨的地方 景色特别好 我就过来参观参观 女儿寨 对的 女儿寨就是我们的 就是你们这里 你们这里就是传说中的女儿寨 我们只有两个寨子 你们这里只有两个寨子 看来我今天是来对地方了 你说那里游过来 从浙江自驾游过来的 是开车过来的 不是游过来的 懂不懂 浙江 浙江是哪个寨子 哪个寨子 不是阿妹 我们那边是浙江省 它不是寨子 能懂不 浙江省 听说过没有吗 没听说过 就是老外地 老外地 也可以这么说 我是从外地过来的 你刚才说你要渴老窝 对对 我要去那老窝山 我听他们说 那边有很多古茶树 我想过去考察考察 老窝吗 你今天渴不渴不到了吗 为啥呀 你要渴湄公河 坐船 你要早上露点钟 才能坐着坐船 要去湄公河坐船 今天去不了了呗 今天渴不了了 这么个情况 那得明天去 哦 那个阿妹怎么称呼你呀 我叫大鱼 大鱼是吧 大鱼您好 真好我遇到你了 咱就问一下 就是问一下你们 寨子附近有没有那个 吃饭住宿的地方呀 吃饭的地方 你要渴到该山里面 还有三十多公里 三十公里 哦 那不行啊 那我昨天 我从早上到现在 人口饭都没吃啊 你一天都没吃饭啊 对一天都没吃饭 你一个人来的 一个人来的嘛 如果你不嫌弃吗 走嘛 你跟我去我家吃嘛 跟你去你家吃饭 那你家离自己还有多远呀 我家的不远了 我可十多分钟就到了 十多分钟就到了 哥姐们咱去不去 去的话打不去 好不好 走嘛 去是吧 行咱们去看一看 正好呢 我也有 也想去他们站里面参观参观 正好遇到这个阿妹 非常的好 非常的热情 咱们就去看一看 行不行 我带你看看我们站着嘛 带我看看你们站着是吧 那行 咱们参观他们站着啊 今天我们站着还过节呢 过节啊 过什么节啊 过感叹怕节啊 感叹怕节 什么意思啊 就是 当晚我们当生的女的会在一起 跳篝火网会跳舞嘛 等一下会有篝火网会 有很多单身的小阿妹 这么个情况 那等一下我能不能开直播 带我哥哥姐妹一起去看一看呀 可以的嘛 可以是吧 那行 咱们去看一看行不行 嗯 那个大鱼啊 我等一下去你家 你阿爸阿妈会不会不高兴呀 我阿爸阿妈 嗯 我没见到阿爸阿妈呀 我都没见过他们 没见过阿爸阿妈 不是阿妹呀 你这开什么国际玩笑啊 这哪有人没有见过自己的爸爸妈妈嘛 真的呀 我家有姐妹三个 姐妹三个都是跟我阿公 还有我阿奶长大的耶 你家有姐妹三个 都是跟着爷奶一起长大的是不是 哦 这么个意思 哦 这个就是我们宰子了 这就是你们宰子呀 哎呀 我给铁的哥哥姐姐们 你们有没有建过这种宰子 这种房子 见过的寇波衣 没见过的寇波 好不好 我就带你们来参观参观 这边守住民族的一些民风 以及民族 我们的房子全部都是子中养的 都是这个样子 嗯 哦 你们这房子怎么都用木头 给它撑起来了呀 是不是吊酒楼啊 吊酒楼 嗯 这就是传说的吊酒楼啊 嗯 这下面能住人吗 下面不住人啊 下面就是关机关猪用的嘛 啊 关机关压关猪用的是不是 嗯 不关主播吧 不关呀 不关主播就行 嗯 现在去哪里呀 现在跟我家呀 去你家 我带你看看我们宰子嘛 呃 带我参观你们宰子是不是 嗯 行 咱们去参观参观他们宰子好不好 这些都 从这些过来都是我们宰子了 哦 从这边过来都属于你们宰子 哦 是的吗 哦 这么回事 嗯 哎 你 大鱼啊 你们这树上怎么多放个碗子 啥意思呀 这个是香蕉树嘛 香蕉树 香蕉树 吃了那个香蕉是不是 不是 这个是过的香蕉 香蕉树 没有这么可能会有这么高嘛 这是干嘛的 哥姐们有没有认识 她说叫香蕉树 香蕉树 香蕉树 是不是 这个我专门做轮胎啊 做轮胎啊 做轮胎啊 做轮胎 做轮胎用的 嗯 哦 我知道了 发财树 发财树 哥姐们我孩子头一次见啊 这个香蕉树长这么高 先到我家嘛 去你家 我家阿妹还在家等着呢 你家妹妹还在家等着你 是的 她说她妹妹在家等着 咱们先去他们家参观参观 咱们也没吃饭 顺便吃狗饭 等一下带你们去参观 那个叫什么感叹霸杰的 什么晚会啊 狗虎晚会 狗虎晚会 哎 大鱼啊 他们问你是哪个民族的呀 哪个民族 嗯 我是部下族啊 部下族 嗯 没听说过 哥哥姐们 你们有没有听说过部下族啊 听说过的扣播一 没听说过的扣播二 好不好 部下族嘛就是扑杀处嘛 没听说过 第一次听说 因为我们直接宰子 只有两个宰子 我们只有自己的预言 没有自己的文字 就没有啥民族吧嘛 哦 这么个情况 哦 哦 家门你们有没有听说过呀 你们这边部下族的女孩子 都长你这么好看吗 好看 嗯 就是漂亮了嘛 对就是漂亮的意思 哦 我不好看呀 我家两个阿妹更好看 哦 你两个妹妹更好看 这是干嘛的呀 这个是我们三毛丝的地方 哦 做饭用的是吧 不是就是蹲的地方 哦 我知道 知道了 哦 上厕所用的 哦 这么个情况 哦 哦 我家两个阿妹更好看 所以我们在这个摘花 两个妹妹更好看 是摘花 嗯 哦 有多好看呀 嗯 会唱歌会跳舞 人长的又还漂亮 人长的又漂亮 会唱歌会跳舞 我给你看看照片嘛 给我看照片 嗯 那等一下去你家 妹妹在不在家呀 在家呀 那这个就是我妹妹 我看一看 这个是妹妹啊 嗯 啊 英文一天呢 各位姐妹确实是挺好看的 这是漂亮嘛 真的漂亮 嗯 那等一下去你家 妹妹在不在家呀 在家 在家 嗯 那你等一下 能不能让外妹 给我们跳个舞啊 可以啊 各位姐妹 你们想不想看这个 她妹妹唱歌跳舞的 想的话 给我们打包响 好不好 嗯 那你会不会唱歌 会不会跳舞啊 我肯定也会了 你肯定也会 嗯 嗯 那你又不给大家唱个歌呗 可以啊 可以是吧 那边走边唱嘛 边走边唱 嗯 行 你给你歌姐唱一个 嗯 好 唱一个 边走边唱 啊哈 耶 不 哈 米 啊哈 如 又来 谢 呀哈 不 召哈 米 召 呀哈 夏 雷 谢 哎呀我给你听了 各位姐妹啊 左上角我给大家发了个三千块钱大福袋 没有参与的各位姐妹 咱们双击屏幕点点赞 加个粉的灯牌 提升一下亲密度 更容易强调左人角大福袋 各位姐妹该说不说的 这少数民族的阿妹真的是多才多艺啊 嗯 啊 呃 各位姐妹这阿妹唱歌好听吗 好听打两只好听行不行啊 那等下还有多久到你家呀 嗯 这时候我可就到了嘛 到过去就到了 嗯 到你家妹妹唱歌也这么好听吗 哦 她更会唱耶 更会唱 嗯 那等下去你家能让妹妹给我们唱个歌行不行啊 会呀 可以是吧 嗯 行 听不懂我也没听懂 嗯 你们就是我问一下 嗯 这天气这么热 你这老怪找不到心疼的人不来帮你一起干活呀 我还没有走呢 没有走 嗯 你长这么好看咋没走呢 你你来的时候你也听说了吗 女二载女二载嘛 就是难多 难得少女的多嘛 哦 这么个情况 在这里面都是当生的年轻漂亮的小姑娘多 哦 所以我们自己年纪也大了嘛 我就难得给抢了嘛 年纪大了也难得跟他们抢 哦 哦 那你今年多大了呀 我今年39喽 39 嗯 我给亲你啊 哥姐们这一点都看不出来 这阿妹今年都39了 看不出来呀 看不出来 谢谢你夸我 我这实话实说呀 那像你身边的一些同龄呢 他们有没有就是找的呀 人家娃娃都上小学了嘛 哦 都上小学了 嗯 那你家里面人不催你啊 嗯 催呢 也催你 哦 自己着急不 说起嘛 也着急 嗯 那我问一下就是你们这边少数民族的女孩子 能不能嫁到我们内地去啊 嗯 可以呀 也可以啊 有没有见过就是我们内地来的一些男孩子啊 嗯 有啊 他们来收这些榴莲的多嘛 收榴莲呢 嗯 哎呀 我给亲了 哥姐们来的时候我就听他们说啊 他们这边生产各种东南亚的水果 芒果蜜蜜榴莲 看来是真的呀 嗯 你们这边榴莲的话卖多少钱一斤呢 榴莲 买不快啊 五块 嗯 不是阿妹 你是不是看我是外地的豆丸呢 哦 真的呀 真的 嗯 那榴莲的话 哥姐们我们那边卖多少钱一斤 咱们打在公平上告诉阿妹 行不行 嗯 你家有没有榴莲卖啊 有啊 给我呗 你可我家做客吗 我送给你吃了 送给我吃 嗯 那不行 你们也不容易 对不对 哥姐们啊 我也不能摆拿你们东西 好不好 哎 大鱼 嗯 你刚说也愿意去我们那边是不是 哦 那咋不去嘞 我不认识人嘛 我认识人是吧 嗯 那这样子我呢 是那个自驾游的主播嘛 我走南床北认识朋友比较多 你看你要是着急 愿意去我们那边情况下 我帮你问 物色物色呗 可以的呀 可以是吧 我帮你问问好不好 可以嘛 哥哥姐姐们家人朋友们有没有喜欢这个守住民族的阿妹的叫大鱼的喜欢的咱公民来扣播一好不好 主播你在哪里 哥哥姐姐们家人朋友们此时此刻呢主播正在位于这个中劳敏三国的交界 在东南亚的边境上在这边少数民族的一个在里面叫做女儿在地方啊 今天就是带你们来他参观参观他们这个女儿在好不好 嗯 哎 我刚刚帮你问了一下确实有很多哥姐们都喜欢你的啊 那要是我的朋友喜欢你的是不是 看三个人想给你在一块你们这边要不要这个呀 要的嘛 要多少啊 要一个 一个 嗯 那楼车子房子不要吗 嗯 车子嘛 我们这个路别发开嘛 嗯 车房子我家有 你家有 你家有什么样的房子呀 那我们家的两层楼大楼房 大别野 嗯 两层的 嗯 那还有多久到你家呀 这就是我家了 这就是你家呀 嗯 是不是到你家能看见妹妹了呀 嗯 可以呀 我这就是你家 嗯 哎呀我给你切了哥哥姐姐们 哎 大大鱼啊 嗯 你不说你家是大别野吗 这个呀 楼房 楼房 但是你的房子看起来年龄比我都要大了呀 这个房子怎么五六十年了 五六十年 嗯 那你咋不修一修呢 我们家姐妹三个都是女的嘛 找一个来修 找一个来修 妹妹在不在家呀 在家 那等一下我能不能带我去看看妹妹呀 可以呀 哦 等我等你看看下面 看看下面是吧 咱们先参观参观下面 妹妹在楼上你喊一声呗 小姨 真在楼上啊 啊 就是你说的债花呀 啊 哎呦我的天呐 这下面是干嘛的呀 嗯 这个下面是我 你堆菜货呀 然后养的 养头猪嘛 养的猪 嗯 哎 他们问妹妹今年多大了呀 妹妹今年二十五 二十五 嗯 妹妹的话 二十五有没有结婚呢 没有结 哦 没有结 嗯 现在去哪里啊 阿妹呀 现在上跟我家呀 上去你家 哦 妹妹在楼上是吧 嗯 咱们去楼上看看妹妹好不好 哥姐妹行不行 嗯嗯 小语 啊妹妹也在家呀 嗯在在 那那个外地呢 那外地 他说他过来要饭 要饭 嗯 不是大鱼啊 我不是过来要饭 我是来做直播的呀 一样的嘛 一样的 嗯 我这上去了我还能下来不 你下个告诉我 等一下我直接把你送走了嘛 等一下直接把我送走 嗯 哥姐们咱去不去 去的话打包去 不去的话打包不去 你上来嘛 我想听听直播间哥哥姐们意见 你们要同意去 咱就去 你们要说不去 咱就不去行不行 好不好 呃不去 那行哥姐们啊 正好我也不太想去 啊 你上 你上来嘛 我上去 啊 不是 那个我 你上来我做饭给你吃 我直播间大哥不要不让我去啊 嗯 我等一下带你去看哥哥往回啊 哥往回妹妹在不在家呀 在家 你你让她说个话 嗯 笑语 那她在家 真在家呀 就是你说在花 啊 呃 主播你 那那个人 呃 你是个爷们吗 哎呀我给钱大哥你别激我 大哥你要这么说话 情况下啊 咱必须得去了 这样的哥姐们你们没有关注我的 咱关注我一下 行不行 等一下是主播突然断播了 后来明天不开直播了啊 咱们啊 可能就是被这大鱼 留在这里的家面 咱们上去看一看好不好 啊 这就是你家呀 嗯 哦 这就是我家 哦 这是你家 有啥好吃的呀 我我我 我搞这个豆子啊 还有这个花 还有我还有我们今天分了这些肉 我真给你吃吗 有肉吃 哦 哦 啊 你什么 妹妹呢 妹妹呢在这里在这里 在里面啊 嗯 我能去里面里面参观参观吗 来嘛 啊 嗯 我能去里面参观呀 啊 可以呀 我叫他嘛 我换个衣服 妹妹呢 他在里面 小姨 嗯 你你得给我什么啊 我要换个衣服啊 换个衣服 那你能不能让妹妹出来给我们打个招呼 聊不停啊 他换好衣服给他出来吗 换个衣服是吧 嗯 你为的你做哈嘛 我做一下是吧 嗯 行行 我做一下 等一下妹妹出来给我们那个啥是吧 嗯 主播你是不是没有脸见人呢 不是大哥你这话说啥叫我没有脸见人呢 哥姐妹你们想不想看主播的 想看的话咱们公平上打播想看好不好 想看看主播是吧 这样子啊 哥姐妹啊 你们都想看主播请问一下 咱们出来给大家 哥姐妹打个招呼啊 哥姐妹大家那个下午好 还没给大家打个招呼呗 嗯 大家好 还欢迎你呢 你那么来打到我家家 我家家打到鱼 还会擦上高 也还会踏跳哇 还欢迎你呢 你那么小鞋 啥意思啊 这我也没听懂啊 哥姐妹咱们公平上打一拨美女好行不行啊 嗯 你在哪里 哥姐妹此时此刻呢 主播正在位于这个中老边境这边少数民族的一个在里面 叫做女儿在的地方知道吧 你是哪里人 我是那个浙江的 我问一下咱直播间有多少浙江老乡在了 在我直播间啊 是老乡的 咱们公平打两只老乡好不好 不是老乡的 咱们把你们坐标打在公平上 我看看你们都是来自拿给哥姐们 行不行 那个大鱼啊 你不是说妹妹也会跳舞吗 会啊 妹妹会跳什么舞啊 妹妹会跳什么 那你等一下能不能让妹妹出来给我们打个招呼 可以吗 可以是吧 哥姐妹你们想不想看妹妹跳舞的 想的话公平打不想好不好 那篝火晚会是几点啊 等一下我们吃好饭也可以过客了 吃好饭就去 那行咱先吃饭行不行啊 哥姐妹咱先吃个饭 等一下咱们就去看那个篝火晚会行不行 家们好不好 啊 浙江哪里的哥姐们我车牌是这季的 如果说你们有知道是老乡的话 你们把我的把我坐标打在公平上好不好 太郁啊 啊 那个你刚刚说你没有见过你阿爸妈是啥意思呀 我阿爸妈 嗯 啊那个是因为是让我家我以前 我也不太及时了 我只听我家 啊 我家安来还有在这里面的老人说我 爸好像也是你们的 你不是也是你们老外地人还是个上海的 你爸是上海人 啊 不是阿妹呀你这开什么国际玩笑啊 这里是云南的西双的版纳呀 你啊 你爸怎么可能是上海人吗 真的呀 他们以前是来这开荒的呀 以前来这边开荒 这边的 嗯 哥哥姐姐们家人朋友们 你们有没有听说过上海人来西双版纳这边 开荒这边的 听说过 打包听说过 没听说过打包没听说过 好不好 那后来呢 后来嘛 他们不是可以翻乘吗 可以翻乘吗 他就会客了哟 因为那个年代嘛 我问他说是七八十年代那个时候 如果是带我们进城我们是农村复口吧 农村复口进城是不好找工作 他说帮我们 两母两个帮来乘城复口再令我们会客 他就没有来过了 啊 就是你爸说要要来接你们 然后自己也没接就走了 嗯 那那你啊 那你阿妈干嘛不去找他嘞 我阿妈没得问华呀 他不是这 不是这 嗯 他们说有个念 叫什么念在是啥意思 有个电视剧叫念在 他就是专门将他们来披着 来这开荒的故事啊 没听说过 因为有首歌我也会唱 我唱给你听吧 以前有首歌什么歌呀 嗯 你唱我听一听啊 嗯 美专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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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真的假的 假的打包假的 好不好 那阿妹你今年多大呀 他们问你 我八十年的嘛 八十年 嗯 八十年多大 咱们打了公民伤 好不好 哥姐们啊 嗯 那个后来呢 后来我家阿妈等了我阿爸 纪念嘛 他没有来我家阿妈就重新找了我现在这个后把 所以我跟我两个这个阿妹是同母一夫 我说我阿妈找这个阿爸嘛是我们民族人 民族人嘛有爱活旧有爱搭派 以前我们家条件不像那么差呢 他就搭搭派嘛 差着人家一些钱嘛 人家来要账嘛 没得签个嘛 我阿妈就把教书搁他们嘛嘛 搁他们后来我这个后把妈又说他可老我个打工 打了一段时间嘛 他就跟我阿妈说 带着我两个阿妹 还有我阿妹我阿公 他们可老我过生活 意思吗就是不要我了嘛 他也不喜欢我啊 因为我不是他亲生的 嗯 我阿妈就说我那个年纪太小了 没有得生存的能力 我阿妈舍不得我 说再等 要等我长大以后再说 再不听我家阿妈就跟着他妈 可找他们就也没有回来过了 你妈去那个老我找你爸就没回来过 嗯 我们姐没上过就只有都跟着我家阿公还有我阿奶啊 哦 给爷奶奶 那爷奶奶呢现在 我家阿爷嘛去年身体不好不在了 不在了那奶奶呢 我家阿奶嘛 嗯就是八十多岁了呀身体也不太好现在 不太好 嗯 那你现在是做什么工作的呀 我没得问话呀我不工作 不工作那你有什么经济来源吗 我这在村子里面在这里面可跟人家打零工啊 打零工 嗯 那你这一个月能挣多少钱啊 一个月嘛 千八块钱嘛 我还买我们两个 千八块钱 那你这够花吗 一千吗 还可以呀 现在我家来身体不好 我还要供我家老三小小雨上学 哦刚刚那个是哪个妹妹出来的 在家里面的 哦 二妹干嘛不读书呢 哦 没嘛 我明天怎么打到那里攻他呀 哦 老人要有人照顾啊 那三妹在哪个上学呢 三妹在我们大城市 昆明那些三民族大学 哦 上大学 哦 学费一万多块钱 那你这也不够啊 不够吗 我就跟魏智妈他们 还有在这里面的人结 跟在里面结的 嗯 这二妹也不容易是不是 主播你怎么空手去人家啊 呃 哥姐们刚刚的我来的比较仓促啊 看这二妹人确实也不错 确实善良啊 他自己吃土豆 他把这个肉给我吃啊 呃 这样子我刚刚来的比较长度 谁还没买 我现在去给阿妹买点东西 好不好啊 给阿妹买点礼物是吧 啊 对 咱们去给阿妹买点礼物 阿妹你们在的附近 最近的超市在哪里呀 你不用给我买 我们超市 你要可到该上的 还有三十公里 三十公里 哥姐们这不行啊 这有点远呀 我这好不容易来上一趟 咱也没有 咱也没有不能下去啊 给点线 什么金 家们我呢 就是来的比较仓促 啥也没拿 知道吧 啊 我也没拿 那个线什么金 咱没拿呀 小气 太小气了 哎呀 我跟你听 哥姐们 咱还有人在 带我节奏 说我小气啊 那个黛玉啊 我问一下 就是你 你用不用那个 支什么宝啊 我打个门 你老板是用给我的 也是这么给你的 剩下人就说小气 哥姐们 你们别带我节奏 行不行啊 希望阿妹有 支什么宝就好办 这样子哥姐们啊 你们都说要给阿妹 拿个什么包包 对吧 主播呢啊 也不是什么 主播也不差事啊 虽然不 我不是什么 傅爱带 也不是什么大老板 但是哥姐们 这样子你们来说 我来做 我在我自己能力 范围之内 咱来做这件事情 行不行 哥姐们 你们说发多少的 咱就发多少 行不行啊 我听听你们的意见啊 必然等一下呢 我发了之后 你们框框在我这边 带我节奏啊 说主播小气 说我们这家人小气啊 你就会耍嘴皮子 哥姐们 你看我怎么做 能做事就完了 行不行啊 白吃白喝 哎呦我给天了 这样子阿妹 你把那个支撑包包 给我打开 我最讨厌别人 说我小气啊 就是这个啊 你把这个收的码打开 你把这个声音 给我打开 行不行 哥姐们 这样子你们听一听 如果说你们觉得 主播人还不错 还可以的话 咱们公平地打两只大气 觉得主播小气 咱们公平地打两只小气 行不行啊 不能漏码知道吧 漏码封号 哥姐们 你们听听声音啊 你们听一下 收到没有 收到了 收到了是吧 这样子哥姐们啊 你们也听见了 如果说你们觉得主播大气了 咱们公平地打两只大气 觉得主播小气了 咱们打两只小气 好不好啊 我还是那句话 哥姐们啊 主播不是什么富外带 也不是什么大老板 但是呢 主播也不差事啊 哥姐们啊 因为主播明白一个道理 那就是啥呢 咱们啊滴水之恩 咱必当涌泉相包 是吧 能无感知心 咱必无出头之日耳 哥姐们啊 再谁都不愿意相信我 说这个阿妹呢 愿意让我来他们家吃口饭 哪怕是喝一口水 对吧 你看他们 他自己吃洋芋 他把这个肉给我吃 就凭阿妹的这份善良 以及阿妹的这份精力 我愿意在自己能力 范围之内 给阿妹一定的支持 对吧啊 穷则独产其身 达则奸基天涯 再说了 我我们那边挣钱 比他容易啊 我也不差 这傻瓜给我们找 对不对 哥姐妹 如果说你们觉得主播还不错的 人还可以的话 咱们公平上啊 打播正能量 好不好 感谢资本哥姐妹 好不好 那个阿妹啊 但是呢 我有个小小的 以后你看方不方便 给我解答一下呀 你说嘛 我说是吧 就是我刚进你们寨的时候 是不是 我看见路边有个卖香蕉 老奶奶在这卖香蕉啊 买香蕉的 我看他卖点不便宜 上面写的也是两三块钱一斤呢 两三块钱一斤 你看错了吧 两三块钱一堆吧 我看错了 两三块钱一堆啊 香蕉论堆卖的 那肯定咯 我们这人到处都是 都是 哥姐妹 我跟你听 该说不说的家们啊 他们这边物价是真低 怪不得呀 他们挣不到钱啊 但是话又说过来啊 东西确实是便宜啊 早知道我都买一点好了 你多买一点 哎 你买香蕉做什么吗 不是我就那么一说啊 阿妹 你看我回来 感谢你 我送点我家东西 给你妈上上的 送东西给我 你过来 阿妹 你听我说 我家啥也不缺 我真不要 我真不要 你过来学满了